第五集1200公尺的草地赛事 天天开心很快的从外篮的这个位置呢 现在已经抢到前面去领放了 跟着呢守在内侧白色彩衣的是中央旅送 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 猎鹰五月 然后呢就有利德飞 然后是翔果 另外呢就还有六号的二太宝 则是守在美兰的位置 外侧再上来有天生丽质啊 然后阳光行蓝 暂时见后的则是礼物幻境 他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 大概是有五个多马位 很快转路600公尺的时候呢 现在天天开心 还是轻轻松松的在前面呢 带出了有一个多马位 然后转路直成的时候呢 在他的后面呢就有猎鹰五月 现在尝试想要去赶上他 现在呢天天开心才开始啊 慢慢要打边啊 其实真的一直是暗僵 这样子轻轻的推而已啊 看看后面冲上来的呢 包括有阳光行蓝啊 然后呢有利德飞 但是都没有办法啊 采取更强的这个攻势 去追这匹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现在在里面 还是很开心的奔跑啊 好了天天开心 赢得轻轻松松 第四场投马 然后是7号的中央旅送 跟着呢应该就有阳光行蓝 接着还有利德飞 再来其他的就马匹呢 包括有二太宝 另外呢是迷雾幻境 接着在里面呢是猎鹰五月 然后还有响果 最后皮革终点的是天生励志 好了天天开心 四连胜啊 而且真的还是赢得意犹未尽的感觉 都没有看到他下怎么变 推推而已啊 后面马匹想要靠前啊 都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在等他就旅 那个阳光行蓝是吧 嗯 这样凑个四重彩嘛 好了 结果中央旅送 跟得比较前 跑一个第二名 再来就是阳光行蓝 然后才轮到利德飞 哇 王坤耀的三匹马 走得最好的 是最冷的那匹 迷雾幻境啊 全场留在最后面 反而最后追上来 打的颗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